36周孕妇感染新冠 80多位医护奋力抢救43天 甚至惊动了中南山远程会诊 他们的事迹绝对让你感动 2020年2月1日凌晨3点 孕妇小敏呼吸急促地跑到医院 体温高达39.5度 并且询问得知小敏于发热前一周返回湖北老家探亲 听到这一声瞬间提高警惕 启动一级防疫 然而入院8小时后 小敏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 她的情况来得太快了 我自己人也受不了了 眼泪就流下来了 专家们急忙对小敏进行肺部癌光检测 看着近乎白肺的状态 小敏极有可能患有重症新冠肺炎 急需转到定免的收治医院 可小敏的身体扛不住了 心率达到170次每分钟 并且血压极不稳定 还有感染性休克 严重的肺部感染 如此缺氧的状态下 不仅妈妈危险 胎儿也将保不住 人命关天 专家组发出了就地抢救的指令 令人佩服的是 小懒人民医院部具备传染医院的条件下 选择倾尽全院之力 半小时内组建了超过30人的专家团队 为小敏紧急进行中止人身手术 孩子拿出来后会降低孕妇的耗养压力 妈妈存活几率会大很多 并且36周的胎儿发力基本成熟 90%都可以存活 手术三个小时后 小敏的核酸结果终于出来了 很遗憾她被确诊为中山市第一例新冠肺炎 危重症患者 入院第二天 小敏被紧急运往定点医院救治 转运的车程警管只有短短的35分钟 但小敏的心脏随时都有可能停调 负责转运的医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业九年以来 觉得最经历最深刻的一次 令人惊讶的是 小敏身上多达13个注射棒 可就在转运当晚 小敏的病情突然恶化 第一场抢救开始了 为了实时监控小敏的血气情况 每个一个小时就要抽一次血 可化验出来的结果令所有医生大寒 这是一支极其中39家医院 全部精锐的专家团队 可当看到患者的病情时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31岁的孕妇小敏身患新冠肺炎胃重症 急性呼吸窘口综合症 浓毒症休克 多脏器功能不全 后宫产术后败血症 等多达十多种病症 全部给予小敏一人之身 任何一条都可以要了她的命 几十人的专家团队从凌晨抢救到白天 可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差 就连他们都觉得病人熬不过去了 这支精锐之师也不仅感到茫然和困惑 到底如何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他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竭尽全力 因为它太新了 那个病 没有任何的资料 和文献 经验 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能在临床上不断发现问题 不断地解决问题 可令人害怕的是问题仿佛无穷无尽 iPhone片显示小敏的肺已经变成了大白肺 此刻或许只有人工肺M 才能挽救小敏的生命 专家里并非作为国内最早实施M技术的医生 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技术 可到小敏这里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步骤都让他首先发汗 换我们的一个人工肺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为了保证万无医师 反复演练 演练到时间最短 对病人的影响最小 可不管怎么演练 换人工肺的过程多么顺利 救命神器M4不没有发挥到语气的作用 小敏的生命体征仍然极不稳定 平常病人上个人工肺后 养和指数都会直线上涨 但小敏却仿佛无动于衷 尽管几十名医生极力强救 可小敏的生命依旧从他们手中慢慢流逝 入院第六天 专家团队为小敏启动了一天24小时的生命支手 病房里的视频监控连接到每位医生的手机上 ISU里日夜守护着小敏的护士 更是一个也不敢放松 随着时间流逝 新冠肺炎的各种死亡病例研究也已悄然展开 许多病例都与小敏发展方向相似 每一个危重症患者上个人工肺后 随后都会走到一个阶段 那就是右心衰竭导致左心衰竭 从而死亡 一个个案例仿佛是小敏接下来的路 医生们不愿放弃 最终选择连线最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院士 找他寻求救命之法 院妇感染新冠 八十多名医生抢救无果 最终选择惊动钟南山院士 院士把一些病理结果分析后 专家们就大概知道了小敏病变的问题 开始针对此处进行治疗 入院第十九天 一则新闻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金银潭医院长张定女恳请康复指捐献血浆 经过多次尝试 医生发现康复指的血浆含有抗体 与病毒结合后能导致后者失去生命力 现在血浆治疗法成了专家团队挽救小敏的一线希望 但有没有符合小敏的血腥还是个问题 经过医生逐个排查 终于找到了一名符合条件的周女士 令人感动的是刚康复的周女士身体还十分虚弱 依旧愿意捐献出自己的血浆 毫不犹豫地献了三百毫升的血浆 注意这是血浆 不是血液 但被问及原因是周女士的回答是 我们一家人就是受到政府 还有就是医护人员的就是帮助 然后康复出院 然后觉得捐献血浆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举手之劳 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不寻求回报 当天带着温暖的血浆注入到了小敏体内 可谁也没想到刚刚注入康复者的血浆 小敏又经历了一场生死波动 为了救治必须做气管切开手术 然而又没过多久 小敏的心脏突然停调 专家组连一抢救 紧急抽调全是所有能用上的意料资源 每当医生回忆起那刻 连声音都不自主地开始颤抖 专家组再次紧急连线中南山院是寻求帮助 为了救治他们领体蹊径 反其道而行之 准备降低人工费的流量值 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抢救了回来 心里从130慢慢降到了80级 这一次大胆全新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与此同时 血浆疗法也在小敏身上起到了作用 若远第27天 小敏核酸结果有氧转变 一个多月水里被静了小敏 开始尝试喝水 不久后身在广州的中南山院是第三次 给小敏进行远程会诊 最终经过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 奇迹发生了 一关一关的慢慢闯 一关一关的陪着他走 小敏是不幸的 因为他怀孕时得了新冠肺炎 但小敏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碰到了只要有一丝 希望救情最大努力的医护人员 80多医护人员先后救治 看到小敏康复出院真是太感动了 感动他自己没有放弃 感动所有医护的不羡努力 为他们点赞 感谢观看